大家好 我是史乃莉 大家好 我是史乃莉 我今天跟Robert两个一起 出来旅游 来到了麻米妹校长的家 因为听说她家里面有 40种水果树 还有30几种各种蔬菜 还有好像有40几种水果 还有花 而且都是很稀有的水果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来亲自来看看 然后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给我们按小铃铛 还有按赞 还有订阅 你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 我们今天要请李莉元来 现身说法 看看她哪些果树呢 应该怎么样来培植 然后怎么照顾 有些什么好处 现在我们来到这棵是一个什么树 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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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长长长的那种桑树 对 你已经很了解了 桑树它有接的是圆的 也有是长的 桑树的品种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多 但是桑树除了我小时候养残 桑树还不够我的馋吃 但是你要知道 桑树对人是非常有健康 实用起来健康的 你们都不晓得桑树这个叶子 你看今天这个马校长家里这个桑树 你看这叶子多大 好棒 又肥又大 非常好 你知道吗 这个非常好 哎呀 看的好喜欢 好喜欢 又还有香味 我小时候这个桑树桑树子啊 都拿去喂馋 都害怕不够吃 这个桑树啊 摘下来之后可以晒干 因为这里也没有什么空气污染的 你把它一片一片晒干 攀开在菜样底下晒 晒干了之后 晒得非常干 我告诉你 你稍微搓一下 它会变碎 稍微碎一点 其实也不必 你就是整片 它剩多少 你就把它 泡在那个 专门泡茶那个玻璃的 热水里面 热水里面 你就泡 当茶喝耶 我刚讲香的不得了 它不差耶 它比那个清茶 还好喝 还好喝 而且 这个马校长还跟我们讲过 这个桑树的叶子泡茶对眼睛好 对眼睛好 对对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赶快要教教我们来 怎么样来培植 怎么样照顾这个桑树 是是是 能不能放手 哈哈哈哈 我怕他弹到我 哈哈哈哈 我这一放崩下 他舍不得放我就一直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那边长了一个新的芽出来 对对对 像我们看这个桑树 这个桑树大概种了也差不多有 七八年应该会有了 啊七八年 但是呢 这个是任何的树啊 果树也好 他如果在这个根部的地方啊 如果说有长出那个新芽 这个新芽不要药 不要 对不能药 为什么 新芽一药哈 上面就不长了 上面就不长 会影响到它上面 对 这个新芽剪下来的我们能不能擦枝呢 这个太细了 太细 这个太细了 这个叉枝不知道长到何年马月去了 我一般哈 我一般我都说要多粗呢 最好 这么粗 好 好我们要看啊 你要选粗一点 我常常讲叉枝 叉枝的话 你们选那个细的去叉 叉不活 对不对 不容易活 就算活好了 他长得很慢的 你要找一个粗的 有这个有营养的 对不对 它本身 它本身就是枝 芽里面的养分就够了 嗯 你也不要长啊 你差不多像这种 我差不多都15公分左右这样子 嗯 或者是你从这个地方 留到前面 可是你这个叉枝的时候啊 你要把所有的叶子统统剪掉 剪掉 到了最前面的时候啊 你譬如这个叶子 我剪这里好了啊 你看吧 它前年剪 譬如说剪 剪 这些 大的剪 要要它因为你擦枝 好 你看 这个就很好 你可以把这个剪下来的地方呢 稍微削一点 你不必说全部削掉 为什么 这个就让它长根 长根 它的接触到你的这个水草啊 或者土壤中的时候 但是你也不能把它插在深 差不多两寸左右啊 好 这个叉枝 但是你要把这个叶子呢 全部要剪掉 哦 你看到没有 需不需要涂生根粉呢 对 不涂生根粉也可以啊 涂生根粉也行 好 尤其是上面 你看到没有 这上面 一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不会让它在上面去消耗水分 我都会在这个地方 我就开始呢 让它稍微的 前面的枝我就剪掉了 剪掉之后呢 你看我的叶子都剪一半了 什么原因就是 避免消耗水分 它所以 它这样根比较容易发育 对 你知道吗 它这样的话 它这个地方的水啊 上来的很少了 尤其是 刚开始的时候 它要供给到那么高 对不对 供给到那么高 这叉枝你要最好 插一个盆子 不要太大的 插进去以后 不能晒太阳啊 不能晒 你要插枝以后 你最好是阴凉的地方 稍微有一点光线 那是最好 你不能大太阳晒 你大太阳晒 它一下子 一定晒死 那如果说 你觉得这个太长 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 分成两枝 对啊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枝 插枝插枝分两枝 插枝分两枝 插枝分两枝 押韵的 你看看 对对对 看到没有 可以分两枝 分两枝 这个要稍微修一点点 根要 要种在土里那个根 要稍微修一下 对对对 这个埋在土里面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想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 想要知道怎么样来插枝 可以去参考我们以前路过的一集 专门交叉支 专门交叉支 对 到美心社的那个视频 对 到园艺达人的视频 就可以知道 对 你先拿个小盆子 插进去差不多两寸多一点 对 这个擦了以后 不能够摇 啊 你现在摇摇摇摇摇 对 它擦到那边就不能够摇 而且这个水啊 是拿捏的是特别重要 光线水 水要多还是少 不 这个水啊 哪里 你浇下去 你一定要等它干啊 你不然今天浇 过两天再浇 它那个土壤永远湿的 我告诉你 这会烂 不到十天 这个就要全烂 我能不能把那个剪刀拿掉 剪刀威胁很大 对你插你自己可以 我插我自己 我怎么自残我 我插我自己 OK 反正这个就是分两个了 分两个了 刚刚也看到 那个长出来的底下 心芽要剪掉 心芽要剪掉 其实桑树是 送起来非常好 对我们人体有帮助 对对对 叶子拿来晒晒干泡茶 是是是 那擦完枝以后就放在 不要晒太阳 对 光线好 那是最好 但是你如果说大太阳底下曝晒 那秋天冬天来擦最好 对对对 天气也凉快 太阳不会那么晒 对对对 现在都是 如果你们朋友家里拿 应该有桑树 对 你就跑来捡个枝 对 回去擦擦看 没错 没错 先暂时擦在那 对对 它都会火 对对对 因为我看到 这个土壤非常的好 非常的松软 跟湿润 擦在里面就可以了 我看 马校长这边它有自动喷洒 它有自动喷洒 所以它这个土壤非常好 你知道 土壤非常的松软 你看 非常松软 有很多地方土壤 我跟你讲 你擦着擦着 土壤硬着跟水泥一样 很好 不错 我们谢谢我们的Robert 谢谢 今天教我们怎么样来擦枝 擦枝 那个桑树 然后呢 这个桑树的叶子 可以泡茶 对对对 晒干的泡茶 非常好 还可以做吗 多的话 做枕头啊 哦 晒干的装个枕头 睡觉 对对对 你一睡上去 哇好香哦 太好了 谢谢 谢谢你们收看 谢谢Robert 谢谢 谢谢 谢谢